大家好,我是一哥 昨天我们这边下大雨了 今天到这水库来钓一会儿鱼 但是水库的水都是荤色的 这里是刚刚钓过的 我也在这里钓一会儿 现在已经泡去第一竿了 一个6米3的 一个5米4的 不知道鱼型会怎么样 有点走水 水牛很大 小鲤鱼 等了近一个小时 钓起来第一尾鲫鱼 第一尾鲫鱼 这还不是鲤鱼 应该是鲤鱼 小鲤鱼 这个就是一尾鲫鱼了 因为一哥是一个人拍摄的啊 所以不拍不到钓鱼的画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鲤鱼 终于等到它了 脱线了啊 这个 终于等到这个大鲤鱼了 这玩意儿口要比先好一点啊 因为先 差不多一个小时再咬了一口 刚刚这会儿一直都有口 今天打窝了 这会儿有鱼 这会儿有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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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钓到一个鲫鱼啊 因为一个人拍所以补不到镜头 这是第三个大点的鲫鱼了 口非常轻 我老是以为是那个小的麦穗鱼 这个还可以 这个爷爷来钓鱼了 老钓鱼 又钓到一个鲫鱼啊 好 看看 大帆鸡来了 叫做一个鲤鱼啊 这个鲤鱼不是很大 这个口腰比这个鲫鱼很多 鲤鱼 这鲤鱼 难过这么大银子 那大鞋子 哈哈哈哈 啊 这鲤鱼还应该很大 这鲤鱼 鲤鱼 鲤鱼鱼鱼 嗯 嗯 你行不行了 这鲤鱼 还可以的啊 先让半师傅你们过啊 啊 先让半师傅你们过 那我呢 先让半师傅你们加货啊 看看 这大鲤鱼 哎呦呦 哈哈 哈哈 这么大的鲤鱼 像素工似乎的 这是他的鲤鱼 咸 conna 现在已经说工回家了,采了一呼的鱼 给大家看看这鱼货 看,这个大板鸡 这都是野生鲫鱼 好漂亮的 这个我刚刚还去撑了 这个鱼有五两种 这里还有条鲤鱼 鲤鱼已经死了 都是野生鲫鱼 看看 这鱼货太爽了 在这个水库里面 这种野生鲫鱼真的是太爽了 好了,我们这视频就拍这里了 拜拜